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二根》创作 头驼渊小桃红为您播讲的《一面永恒》 后期制作《平海临风》 第819集 这是在钓鱼呀 出现的这个人正是贡孙婉 他虽改变了样子装扮成了白小春 可在白小春的眼中 他还是一下子就认出了对方 实在是那笑容 那舔舌头的动作 还有那传出的吃不饱的话语 这一切如同天雷 在白小春心神内不断的爆开 他的脑海瞬间就浮现出 当年在那藏宫谜谛内 那恐怖的无法形容的一幕幕 啊 鬼 白小春内心哆嗦 要不是极力控制 他都差点尖叫出来 当年的藏宫谜谛 这公孙婉儿已经与白小春摊牌了 使得白小春认出了对方 正是允建深渊里抱着小熊的小女孩 还有雷珊 白小春想到这里赶紧看去 刹那间他就看到 在公孙婉儿的身后 此刻慢慢的走出了一尊 身体极为魁梧 高大无比的身影 那身影全身上下赤红一片 没有丝毫皮肤 面无表情 如同不知道疼痛 默默地站在那里 他身上散发出的气息 却极为恐怖 正是允建深渊内 被小女孩抓住后 剥去了皮的雷珊 白小春心里越发哆嗦了 他可是知道 这公孙婉儿的可怕 也丝毫不认为 红尘女能与公孙婉儿一战 此刻赶紧取出玉珊 正要传疑 却面色在变 发现这玉珊 居然无用了 这就让白小春 制住了呼吸 慢慢的想要后退 他觉得 那公孙婉儿 应该还没认出自己 而逃走去通知巨鬼王 则是如今唯一的选择 可就在白小春这里 准备逃走时 红尘女双目眯起 右手虚空一抓 顿时 一座红莲幻化出现 白小春 你终于敢出现了 受死 没有多说 哪怕红尘女 此刻也察觉到了 眼前这个白小春 与自己记忆里的 似乎不大一样 但却来不及多想 恰绝解 一股天然波动 就刹那 从其身上爆发出来 右手一直 短时苍穹色变 竟在半空中 幻化出一根巨大的手指 向着无忧山 骤然而去 可就在 这手指落下的刹那 雷扇猛的抬头 目中露出狂暴之意 阳天大吼 这吼声 竟如同开天辟地 化作阴朗爆发冲击 而他的身体 也一塌之下 随着无忧山第三风的 木然坍塌 他的身影 直奔苍穹 向着那来临的意志 狠狠的一头撞去 鸿鸣中 日月无光 风云到绝 红尘女也双眸收索 恰绝界 口中传出利盒 不振 多时 那上万巨鬼军团的回修 就瞬间四散开来 将无忧山包围 彼此形成大阵 要去封锁四方的同时 展开阵法之力 白小纯 为了不引人注意 也赶紧散开 找了个魂修 跟随在其身边 使得自己 不是那么的出奇 可就在这时 那崩溃的无忧山 第三风内 公孙娃儿的身影 顺捷一闪 出现时 不是在红尘女那里 而是到了 包围阵法的一个 结丹魂修的身边 他的速度极快 身影诡异无比 出现后 没等那个 结丹魂修反应过来 公孙娃儿就猛得一吸 这一吸之下 顿时 那杰丹魂修身体颤抖 竟肉眼可见的 在眨眼间 就枯萎下来 更有魂芒 从其蹊跷内冒出 最终成为了一句干尸 他的生机 他的魂魄 他的一切 都在这一瞬 被公孙娃儿吸走 一声轻笑 在这战场内回荡时 所有人都心神狂震 白小春心头更是狂跳 心底尖叫一声 至于红尘女 更是面色大变 恰绝界 天人之力更强 一晃之下 向着公孙娃儿 就追杀过去 但他刚一飞出 雷珊那魁梧高大的身影 竟如山峰一样降临 阻挡在了红尘女的身前 右手抬起 一拳轰出 红明节 这雷珊竟与红尘女 直接站到了一起 他的身体似无坚不摧 任凭红尘女的术法降临 巨响惊天动地 可他神色如常 没有退后丝毫 依旧冲击 该死 红尘女 灭色接连变化时 公孙娃儿的笑声回道 他的速度极快 在这上万魂修中 不断地穿梭 每一次临近一人 都是一息之下 对方立刻就化作干尸 而随着不断吸收 公孙娃儿身上的气息 竟越来越强 还是你们这些人的气息与修为足够 之前那些部落里的土著 三魂七魄都不全 洗手百个 才比得过这里的一个 公孙娃儿的声音忽紧忽远 诡异无别 四处的巨鬼军团浑修 此刻也都全部灭色惨变 他们骇然地发现自己的阵法竟没有半点用处 甚至施展出的神通落在那公孙娃儿的身上 对方根本就毫不在意 依旧杀赖 做过之处 无人是他的对手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身边的同伴 一个个化作了干尸 被吸走了全部 这一幕太可怕了 短短的时间内 上万人中 居然有数百就这么的成为了干尸 而更惊人的是这公孙娃儿的吸收 似达到一个蜕变的程度 他竟笑声中身体不再诡异挪移 而是头发一甩 顿时他的头发就刹那扩散 直奔四周上千人 任凭他们如何抵抗 如何闪躲 也都于事无补 眨眼界就各自被那一根根头发 钻入了眉心中 一息之下 这上千人几乎同时发出凄厉的残叫 身体剧烈抖动中 全部都成为了干尸 而那公孙娃儿 他的面色也都一下子红润起来 目中跃动着奇异之猫 还是饿呀 这一幕让余下的巨鬼军团浑修 全部骇然失色 纷纷的倒退开来 这根本就不是他们可以抵挡的存在 此刻的后退没有半点迟疑 而白小春也在人群内 他的心肝都不停的打颤了 好在白小春早就警惕 有心闪躲 那公孙娃儿似乎还没有注意到白小春的身影 眼看公孙娃儿头发从那上千干尸上收回 再八方蠕动 似还要继续扩散 红尘女的胸口起伏 她的眼睛发红 双手掐绝间 她的身后竟出现了一尊巨大的身影 这身影与她一模一样 如同法相 请我滚开 红尘女一声嘀吼 她身后的法相也目中待杀 顺渐掐绝 整个法相光芒万丈 竟在半空中画作了一根红色的长毛 直奔雷衫而去 任凭雷衫如何抵抗 也似乎都无法阻挡 轰鸣节 这红色长毛就直接碰到雷衫的身体 从其胸口直接穿透而过 更是带起雷衫 直奔那座无忧衫 刹那就轰在了山上 一片血色鸿芒随之爆发 惊天洞地中 整个五游山全部崩溃四分五里 甚至掀起了更大的波纹冲击 让这整个丛里也都刹那节化作飞灰 不但如此 那长毛锁落之处 更是出现一个巨大的深坑 雷衫躺在深坑内一动不动 其胸口有一个头颅大小的窟窿 而红尘女在施展了这个神通后 呼吸也都急促了一些 面色微微苍白 但却没有迟疑 凤木煞气更为浓郁 直奔公孙晚儿 这一幕让四周众人都立刻振奋起来 似看到了希望 可白小纯却暗自稀奇 他知道雷衫只是个傀儡而已 这傀儡如今都让红尘女需展现如此神通才可斩杀 那么公孙晚儿怕是更难杀了 看看情况 如果红尘女占优势 我就出手相助 如果不行 我我就劝大家逃走 白小纯内心紧张 他原本是打算立刻逃走 可却有种预感 除非大家一起逃 否则的话 自己一旦转身逃顿 怕是立刻就从不被注意变成被公孙晚儿盯上了 一想到 自己要是被公孙晚儿瞄上了 而且对方居然还装扮成自己的样子 这里面的问题 白小纯此刻若还想不明白 那也就白白修炼了这么多年 他这个是在钓鱼啊 是要钓我呀 白小纯想到这儿 头皮麻的就要炸开 心肝狂颤 心里是后悔不迭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